好消息8月底9月初将会有大约200万剂BNT疫苗到货了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今天晚间就在脸书发布贴文 表示很高兴在大家合作之下抢到了这一批疫苗 他说有没有复辟态的字样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孩子们可以在开学不久后打到疫苗 郭台铭进一步说明 首批BNT疫苗有希望在9月中秋节前后分批抵达 希望能让台湾各年龄层都有机会能够施打 目前今年已经被承诺到货的数量大约是800到900万剂 同时郭台铭也透露自己有向BNT表达 在台湾考虑继续采购的情况之下 能否优先让我方采购的剩余疫苗提前到货 目前获得了很不错的回应